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中常见的良性肿瘤,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当高。 据统计,有超过50%的女性在绝经前会有子宫肌瘤的出现,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也在逐渐升高。 子宫肌瘤的常见症状包括月经过多,腹部疼痛、腹部肿块、尿频等,但也有很多患者在早期并无任何症状。 只有在体检或是因其他疾病就医时才被发现。 那么,为什么女性容易长子宫肌瘤呢? 1.子宫肌瘤的发病原因 子宫肌瘤的发病原因尚未完全明确,但目前医学研究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可能与其发病有关。 1.遗传因素一些研究发现 子宫肌瘤的发病可能与遗传有关。 有些女性的母亲或姐妹患有子宫肌瘤,她们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2.激素因素 雌激素和孕肌瘤是两种能刺激子宫肌瘤生长的激素。 这也是为什么子宫肌瘤常常在更年期后自然缩小,因为这时候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孕肌瘤水平下降。 3.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是一种能刺激细胞生长的物质。 一些研究发现,子宫肌瘤的细胞中生长因子的水平较高,这可能是刺激子宫肌瘤生长的一个因素。 4.细胞突变 子宫肌瘤的细胞可能发生了基因突变,使得这些细胞失去了正常的生长控制机制,从而导致肌瘤的形成。 5.其他因素如长期精神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绝衡等都可能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病风险。 以上各种因素可能单独或者共同作用,导致子宫肌瘤的发生,但是具体的发病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平时需要避免的三个行为 行为一,过度疲劳。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妇科疾病。 其发病原因多重多样,其中过度疲劳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 从医学角度来看,过度疲劳对女性容易得子宫肌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分泌失调 长期过度疲劳会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尤其是性激素的分泌失衡。 子宫肌瘤的发生与磁激素水平过高有直接关系。 因此,过度疲劳可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 2.免疫力下降 过度疲劳会使人体免疫力下降。 抵抗力减弱,从而使得子宫肌瘤等疾病有机可乘。 3.血液循环不畅 长期过度疲劳 身体各系统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包括血液循环系统。 血液循环不畅可能会导致子宫内部的血液供应不足,从而诱发子宫肌瘤。 4.睡眠质量下降 过度疲劳往往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影响激素的分泌,进一步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 5.精神压力增大 过度疲劳往往伴随着精神压力的增大,而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导致内分泌失调,从而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 因此,为了预防子宫肌瘤,女性应该注意适当休息,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行为二,不良饮食习惯。 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诱因。 一,高脂肪饮食。 长期食用高脂肪、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磁激素水平升高。 磁激素是促使子宫肌瘤生长的重要因素,因此,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 二,缺乏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磁激素。 如果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可能会导致体内磁激素水平过高,从而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 三,过量饮酒。 饮酒过量会影响肝脏的功能,使其无法有效地分解和排除体内的磁激素,从而导致磁激素水平升高,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 四,摄入过多的加工食品和快餐。 这些食品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可能会干扰体内的激素平衡,促使子宫肌瘤的发生。 五,缺乏必要的营养素如维生素D、维生素E、C等。 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正常的激素平衡和免疫功能有重要作用。 饮食中如果长期缺乏这些营养素,可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风险。 因此,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如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适量饮酒、少吃加工食品和快餐,保证足够的营养素摄入。 对于预防子宫肌瘤有重要作用。 行为三,忽视定期妇科检查。 虽然大部分子宫肌瘤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治疗,可能会对女性的生育能力和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是发现子宫肌瘤的重要手段。 医生通常会通过盆腔检查、超声波检查、磁共振成像等方法来检查子宫的状况。 如果发现有异常,医生会进一步进行活检等检查,以确定是否为子宫肌瘤。 如果忽视定期妇科检查,可能会错过发现子宫肌瘤的最佳时机。 早期的子宫肌瘤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有通过定期检查才能发现。 如果错过了早期,子宫肌瘤可能会继续生长,甚至可能转变为恶性。 此外,子宫肌瘤的生长可能会对周围的器官产生压迫,导致疼痛、出血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不孕。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医生可以通过手术、药物等方法来治疗子宫肌瘤,从而避免这些问题。 因此,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对于预防和早期发现子宫肌瘤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定期检查才能及时发现并处理子宫肌瘤,从而保护女性的健康。 四,如何预防和治疗子宫肌瘤。 一,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定期运动,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态等。 二,定期进行妇科检查,这可以帮助及时发现子宫肌瘤等妇科疾病,从而及时进行治疗。 三,及时就医并接受适当的治疗。 如果发现有子宫肌瘤的症状,应及时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预防子宫肌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只有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及时就医并接受适当的治疗,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子宫肌瘤。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关注自身的健康,避免不良的行为。 让我们共同努力,打赢这场对抗子宫肌瘤的战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